寶寶 寶寶, 想吃這個嗎? 錢包呢?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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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買了很多雙鞋嗎? 我不是說你 其實在東京有些地方 不用用錢也玩得很開心 我帶你去 這裡不要吃了, 走吧… 我也知道你沒什麼錢 我何嘗好富有 好, 來到東京 花費了, 本事正常的事 不用怕 我們今天的行程 不用花太多錢 包包你開心 包包你認識朋友 包包你學到東西 包包你滿意我這個中介人 對不少第一次來東京的外國人來說 旅程上總會遇到不少難題 所以日本一些非牟利團體 會招募大學生做免費導遊 今天這兩位 我事前電郵告訴他們 我的喜好 讓他們幫我設定半天行程 Ryo-kun和Sae-chan 對 我是Sue-chan 謝謝 謝謝 今天麻煩請 謝謝 首先拍了一張照片 紀念我們今天的表演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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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會帶我去哪裡 整件事很神秘 但來到之後會選擇 知道我的人比較文青 選擇一個文青課 他們也會參與 一起參與 旅行走 也會參與 好 我們從日武里站出發 向西一直走 經過這條有名的直陽街梯 就是充滿著隆隆下丁風情的 谷中銀座商店街 這區不算是甚麼旅遊救密區 環境還保留著舊式的社區風情 其實我自己就有來過 不過就看看兩位大學生導遊 還有甚麼好介紹 你好像我這樣 懂日文就可以和他們直接溝通 但其實他們平時 一向用英文和大家介紹 以及做觀光的服務 既然是這樣 我要考一考你們 如果我不能說日本 我只能說英文 請給我介紹 日本是年齡社會 有很多老人 尤其是這裡 是這種地方 但最近 有更多的店員 有更多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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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 有更多店員 所以他們在這裡 所以現在是很著名 我明白 所以 所以 我現在想吃 好 有甚麼店員可以介紹 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店員 我真的想推薦 對 我平時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所以來到這裡 就說 無論如何都要帶我來吃 好像很好吃 那些介紹 很溫暖 這是甚麼意思 這是甚麼 雞雞雞雞 雞雞雞雞 香港的客人 來這裡 我介紹的時 元氣面子 元氣面子 是 吃吧 喔 汁 沒有介紹錯 我介紹一下 這是甚麼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是有名的 是有名的 所以 是有名的 是有名的 這是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是 這間餐廳 可惡 可惡 哇 很香 很香 乾杯 這間餐廳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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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免費導遊服務 是由學生自發性組成的 除了希望幫他東京旅遊的朋友之外 亦想透過交流去認識各地的文化 其實我們最初是有點害羞 不過後來越玩越熟 他們還不斷介紹我吃很多地道小食 令我肚子飽得有點罪惡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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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 我正在說 我正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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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謊 怎麼會去神社 他說去神社可以減肥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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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拍照 我正在拍照 你們也是 騙人 我正在拍照 好 我們穿過谷中銀座 很快就到了跟蹤神社 他們說帶遊客去神社 是指定動作 因為可以慢慢講解日本歷史 最近鳥居 是否很有京都復健渡河大社的感覺 不過這邊那些相對小一點 拍出來也有不同的效果 加上他們還叫我一起放這樣的姿勢 說會減肥 現在買了 所以在今天的記念 一起寫下 好 很甜 很甜 很硬 很硬 我們來看看 這是甚麼? 對 這是另一種意味 友誼長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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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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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 不,你只 很吵 很吵 其實谷根千這一邊 都是屬於舊區 他們說不少日本新一代 都想把這一區年輕化 就像他們介紹我認識這兩位大學前輩 就在樓上開了一間黑膠唱片店 就是希望為這一區鑽入新元素 這種體驗肯定一般旅客感受不到 疲累 今天的導遊行程是終了 但你們可以享受嗎 很享受 我非常享受 謝謝 我真的很想跟你說一句 謝謝 我知道你們不明白 但我知道其實這個服務 除了想帶我來玩之外 也是想多認識朋友 所以你們現在多了一個香港的朋友 雖然你們現在完全不明白那個 對吧? 對吧? 好做 好做? 你很煩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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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其實一開始 可能日本人都是比較害羞 但慢慢慢慢熟落之後 其實很熱情 尤其是那個男生 但我都很好玩 即是你疾問我 我疾問你 我覺得今天才會開心 這是旅行的意義 地方不是重點 最重要是我的回憶 起碼現在我在東京又多了兩個朋友 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人喜歡來東京剪頭髮 因為貪那些髮型的絲剪得夠細心 而且剪出來是東洋風 剪頭髮來青山這區沒錯 因為這裡有很多有品利的店 又多髮型屋 好像這間一樣 你看看價目標 剪的話就六千日圓 六千日圓即是四百多元港幣 其實也不便宜 不過我要被吸一元都不用被 你好 你好 今天是我的模特兒 我叫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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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是來做模特兒 不過這些機會不只是我的 你也可以認證的 日本不少髮型師就在網上招募模特兒 列明要什麼性別、年齡等等 如果找到適合自己的條件 你也有機會免費弄髮 我今天把男人最重要的髮型 交給Louisa 我就是她的髮型模特兒 Louisa,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 其實我來日本剪那麼多頭髮 我覺得跟香港最不同的地方 是洗頭的部分 因為他們會用一塊筋遮住你的臉 其實是不想水彈到你 還有很多時候是髮型師親自幫你洗頭 這是我覺得日本和香港剪頭髮最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為何日本會有這些免費髮型模特兒的服務 有很多髮型屋他們希望自己的髮型師多些實戰經驗 還有可以有些訓練給他們 否則可能有些髮型屋會覺得自己的髮型師 不夠實力去跟客人剪頭髮 但不會說一般人有個客人走進來給你練 所以就會有這些免費的服務 等人們上來不用剪頭髮 他們又可以練一舉兩得 在日本做髮型師需要有國家資格 他們要上一些美容師的專門學校 學很多東西 又要學剪頭髮 要學基礎理論 軟化化學成份 學了所有東西 最後拿到國家給他們的資格 才可以做髮型師 有一個日本的髮型師親自教你們 究竟來到需要些什麼 剪頭髮必用的日文 老師教的 如果你想厚一點的話 就是重點 如果你想偷薄一點 就是軟 他們會明白你想薄一點厚一點 又或者想短一點 還有一句 我很願意做他的模特兒 因為一來一日都不用給 二來出來 是漂亮的 他不是隨便剪 整個過程很細心很用心 最重要是否現在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 最後可以拍照嗎 是 模特兒 對 做完這個模特兒之後 你給他拍照 證明這個是他的出品 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 孤獨的食物 Jaa at conbini 好大隻餃子 原來是一個菜肉包 一咬下去 肉汁佔整個口腔 搭震點 還有椰菜 韭菜 韭菜 蒜頭的味道 完全是一場 視覺 和味覺的抗爭 不正 你好 這是我的影片